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代戏可以和古装一样,得到大家的喜欢 这一点目前也正在慢慢实现 眼下,任嘉伦的新剧就是一部现代剧 在剧中饰演一名小说家兼编剧 从事的也是影视剧行业 为了这部剧,任嘉伦从三四个月前就开始忙活 与导演他们不断商讨 尽可能的在剧本原有的基础上再加入一些东西进去 好让剧情更加完善 任嘉伦这次不仅要演男主七连山 也还要演七连山这个人物笔下故事中的人物 也就是剧中剧 任嘉伦将一人分识多学 对他来说是一次挑战 也是他投入心血最多的一部剧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作为任嘉伦的一名剧粉 他的绝大多数作品我都看了 发现每一个角色他确实都处理的不一样 这两年可以发展的这么快不是没有道理 对剧本精益求精 一年播好几部剧 在质量把控方面也没有放水 我最欣赏任嘉伦的一点就是 看他的作品不会觉得审美疲劳 过去的2021对于任嘉伦来说 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播了四部戏 唱了一部综艺还发了第一张专辑 实现了十年前的梦想 特别是周生如故和一生一世 这两部剧播出后口碑颇高 任嘉伦再次凭借金正的演技 为观众呈现出了一个经典的周生辰 在我看来 一正一世应该是任嘉伦最成功的一部现代戏了 在老婆面前 憨憨的化学教授 带忙可爱 不过在家人面前 大哥这个身份也处理得很妥当 事业有成 对爱专一 这样的理想对象 怕是每一位女性都想拥有 另外 任嘉伦去年还播了一部现代剧 叫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不过热度赶不上其他三部剧 她在剧中扮演心脏受损的男主角顾川 演艺场意外 心脏受损 性得只入机械心脏重获新生 但是后续会出现很多的副作用 比如 不能剧烈运动 雨天不能出门 不然就会漏电 机械心脏的工作噪声 会让她难以入睡 模拟心跳频率过高 会疼痛难忍 心率指数达到100以上 就会放电 所以顾川一直过着 心一般冷血的生活 在没有遇到女主前 她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 预备在实现一系列的愿望后 就结束生命 这样的人物设定 完全就像是虚构的 心脏机械的运用 对于现实生活 也毫无说服力 虽很早就有临床实验了 但普遍还没得到普及 剧中很多场景拍摄 也凸显得十分夸张 大家都知道 心脏对于人类来说 是最重要的器官 一旦出现问题 至少就会十分困难 顾川的心脏到最后 也进行开始享受 正常人的情绪 能像个正常人一样 哭完自己的下半生 结局可以说非常圆满 相信很多观众都会觉得 顾川这个情况 在现实中不存在 是虚构的 但是最近 山东青岛某医院 就有一位男性 也像剧中的顾川一样 患者黄先生 因中末期心理衰竭 在该院成功置入一个 国产的第三代 全磁悬浮人工心脏 恢复情况良好 但黄先生平时需要随身携带 一个黑色的小胯包 里面装的是电池 也就是跟顾川一样 黄先生需要每天充电 才能维持人工心脏的运转 看到这个新闻 让顾川这个角色 照进了现实 原来现实中 真有这样的案例 当时还觉得剧情 太扯过夸张 果然作品都是来源于生活 恭喜顾川这个角色 也成功出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